《逆經故事》 《撼掛》 九二 馬昭 得罪曹操 毋加滅族 《撼掛》 九二 《撼有險 求少得》 《撼》 地面泥土流失粒陷 引申缺失 難關 《有》 手拿著肉 引申持有 擁有 《險》 山泥傾瀉 叫大家逃走 引申危險 《求》 馬鹿 即是千竹蟲 若用 可以解讀 引申求取 《小》 如浮粒子 引申細小 《得》 在路上 執到貝蔽 引申獲得 意思就是 難關帶來危險 但仍然有少許得著 三國時期 屬項將領馬昭的故事 可以解這隻牛的牛義 馬昭 176年到222年 自慢起 浮風 牟齡人 即是陝西省 興平東北 馬騰 樹長子 馬騰 身高大八尺 是瀑波將軍 馬鴻的後代 媽媽 是薑族女子 馬騰 也一半薑族血統 看寧低末年 馬騰 被周郡 處為軍蟲氏 掌領暴衆 雷遷到編將軍 梁州刺史謹匪被捕下所殺 馬騰 和黃國 韓瑞等人 在梁州共同返漢 初平二年 1901年 董卓入長安 邀請韓瑞 馬騰 共同策劃 進攻山東諸將 兩人見天下大亂 想依附董卓起兵 韓瑞為鎮西將軍 馬騰 任徵西將軍 駐軍媒 興平二年 1905年 馬騰 和韓瑞 叫為異性兄弟 建安四年 1909年 馬騰 韓瑞 歸順曹操 兩個人都送了一個兒子 去朝廷作為人質 建安七年 2002年 曹操 和袁紹交戰 馬騰 派馬騰出任師弟教委 鍾饒的督軍從事 討伐平洋的袁紹將領 閣門 高幹 馬騰 各部重戰受傷 仍然大破敵軍 歸下大將龐德 斬殺國援 馬騰 一直都不喜歡曹操 因公敗 除走刺史 亦都沒有去負任 建安十年 2005年 馬騰 協助曹操 破張誠 斬殺張嚴 為顧等人 曹操離間馬騰 和韓瑞 韓瑞殺了馬騰的妻子 兩個人連連交戰 跟隨韓瑞的小將嚴恆 在一次交戰裏 施同用矛刺馬騰 馬騰斬斬槍矛 嚴恆就斷了矛直取馬騰的喉嚨 幾乎殺死了他 建案十三年 2008年 曹操任丞相 召馬騰入京 拜賀爾大夫 馬騰不接受 曹操派鍾堯和 馬騰和韓瑞勸和 兩個人依附曹操 馬騰為前將軍 改團懷里 賈折 封懷里喉 賈折是可以斬殺分軍令的將領 先斬後袖 張棋勸馬騰放棄軍隊入朝為官 馬騰一度猶疑的 但覺得自己已經年老了 最終答應了 來到業成 曹操上表封馬騰為衛衛 馬騰的出兄弟和家人 都搬到曹操所在業地 馬騰一日訴出的緣故留守良州 封為編將軍刀廷喉 代領馬騰的軍隊 宗堯游說馬騰謀害韓瑞 馬騰拒絕了 見到16年211年 曹操有意剷除良州軍閥 派遣宗堯校淵率領軍隊 以攻打漢宗張魯為藉口 試圖經過馬騰等良州軍閥的領地 梁州九步意圖反叛 推舉韓瑞為都督 馬騰和洪瑞說 之前宗師弟曾經叫我謀害你 關東的人已經不可以相信了 現在我放棄了父親 就像父親那樣對待將軍 張魯是應該放棄你的兒子 很像兒子對待我 嚴行反對韓瑞和馬騰聯合起兵 反叛善庭 韓瑞這樣回答 以下豬將都不如兒童起兵 似乎是天意 韓瑞和馬騰等多位良州軍閥起兵反曹 率領十萬人馬包括漢兵 江兵胡兵 進逼同關抗拒上攻漢中的曹操 7月曹操西征報告為何 9月曹操採用假虛的制策 理解韓瑞和馬騰 兩人來控曹操戰術成功 馬騰述如步向南平進發 準備對抗曹操 蘇把河間作亂 曹操決定率主力評判 馬騰招募江湖士兵 在漢中張佬拿到魂軍 計劃攻佔隆西全境 隆西地區除了漢陽郡住所建成之外 全部投降給馬騰聯軍 建安17年212年5月曹操將韓水的京師的人全部殺死 留在業成的馬騰和親倦三族一共二百多人 在馬騰起兵第二年都被曹操出殺了 建安17年213年馬騰再度起兵反曹 百里長達8個月的企城之圍 抵王楊千萬和馬騰傑民 馬騰挾銘是賈雄 殺死了投降的韋康 潛出城外求救的嚴溫 自稱精西將軍 治領並周牧 督梁周軍事 在企城外面二百里 擊敗曹操洞派來的夏豪冤救援軍隊 企城之圍馬騰失去了人心 楊埠 姜聚 梁寬 趙他 趙王和他的妻子王二等十幾個人聯合成 設計 楊埠聯絡維康舊部仗起兵 趙渠說服了馬騰出城之後 關閉了企城門 馬騰退無所據 改為特襲曆城 曆城守軍聽信傳言 馬騰已經去了漢中 已是城外面是僵聚回來的軍隊 馬騰入城 灑僵聚的媽媽和兒子 燒了城國 帶重大馬一代 暴葬龐德 投奔漢中的張佬 張佬任命馬騰為都廣濟酒 馬騰正妻楊苑和兒子在棄城被反叛軍殺死了 張佬又要將女兒嫁給馬騰 親信勸了張佬說 馬騰為人無情 父親兄弟等自親的性命都不顧色 怎會愛張家千金呢 張佬因此作罷 馬騰認為不能跟張佬共計天下大事 離開漢中去了成都 馬騰恃妻董事 兒子馬騰和馬威仍然留在漢中 張佬兵敗 馬騰家人留在曹操手上 曹操將董事似了被張佬報下謀事 嚴抱 將馬騰交給張佬 張佬親手殺死了馬騰 建安18年 2014年 劉彬為劉張在成都 秘密派遣李恢 澎陽接觸馬騰 馬騰投降劉彬 成都人人震驚 開城投降 劉彬佬佔領益州 風馬騰為平西將軍 成為劉彬一五虎上將 立為僅次於關羽之下 馬騰駐在林祖 風為前都亭後 參加不乏漢中 但都不成功 和張佬先行撤退 建安23年 219年 劉彬清漢中皇 風馬騰為左將軍 賈折 自中從事 彬佬不滿意被劉彬置為外軍官員 彬佬主動接觸馬騰 馬騰先問彬佬 你這麼非法才幹 主官都很重視你 說你和孔明孝直等人並駕齊驅 現在封你外軍的職位 你怎麼會失望啊 彬佬一時憤怒 衝口而出地說 劉彬這個老兵昏庸 我還可以說什麼 他和馬騰說 你是外放官 如果我是內應 天啊不會平定不了的 馬騰的親戚骨肉 都因為自己女士叛亂被誅滅 剛剛投奔劉彬 結束流浪生涯 怕被懷疑心為意志 不敢踏口 彬佬走之後 馬騰將彬佬延遲 上程劉彬 彬佬沒多久下獄待罪 遭到諸殺 淑漢張武元年 221年 劉彬稱帝 馬騰先任標記將軍 領梁周牧 追風台鄉後 淑漢張武2年 222年 劉彬縮軍佛五 馬騰患了重病 上索比劉彬這樣說 神宗族門下200口人 比曹操誅殺害盡 只剩下重弟馬代 當然我卑微的宗族 肯去承繼 深深地透露給病客 其他的就沒什麼好說了 同年12月 馬騰病逝 中年46歲 景耀三年 260年9月 馬騰和關羽 張飛 龐統 黃忠 避風嗜號 馬騰嗜號是威猴 中國至少有三個馬騰墓 一個四川新都縣成藍 一個陝西緬縣定君山 一個甘肅成縣 位於新都的馬騰墓 力帶受到重視 平代四川岸殺雪陽線 成都知府黃久德 新都知縣 少年齊等官員 在馬騰墓前立碑 在道旁立華表 清代雍正曝光年間 當地資縣保持修善墓地的習慣 四川提督馬為旗 視馬騰為管家先祖 三次扮起馬騰墓 死去英風常鎮扁鴨 砸馬公募治 命人黑石 存在墓旁 以示敬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當地居民辦馬騰村小學 文化大革命期間 新都馬騰墓遭到嚴重破壞 墓石全部被取兇 謹傳土丘 悲黑品頹還敗雅 1985年 新都縣人民政府 將馬騰墓列為縣中重要文物為止 立碑保護 1987年新都縣文物普查 將兩塊碑石 遷到聲音桂湖 以加拿去桂湖的碑林 位於陝西緬縣老城的馬騰墓 又叫馬公治 民國28年 即1939年 同公修建漢圍渠那陣 何公劃到馬騰墓 在湧道裏面被人鐵到一把 一日鏡墓裏面有一暗器 沒有人敢進去 隨即封閉了 90年代之前 墓地被周圍莊家地蠶食 只剩下個土堆 馬騰墓重申之後 治佔地二十餘某 由漢衛區分隔為兩院 墓不治藍 有僑聯結 墓是仿漢制覆斗營 周長90米 總高8米 有墓碑兩通 一通在墓前 一通在治後 108角度旁邊 內容相同 上面帝書 漢征西將軍 馬公超墓 是清乾隆41年 1776年 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市 陝西巡埔不遠所書 有 長河王莽子 復書馬蕭治的感慨 好